今天咱们聊聊红旗推出的一款全新的中大型纯电轿车 1H7 这是红旗新能源换这个标之后的第一款车型 这个车身从外观讲的话 很有意思 为什么很有意思呢 看车头那个整个造型样式 下面有一个笑脸一样 很亲切 那同时呢 它使用了一个这种拐角型的大灯 这个造型样式还是很有运动感的 确实这个风格上 我觉得很符合年轻人口味 我这么认为的 那往侧面看 它整个车身长度接近了5米 轴距3米 确实不算短 但你会发现它整个A柱的位置 尽可能往前延伸 延伸到前轮的位置了 那同时呢 最后这个车尾的线条 也尽可能往后的延伸 就可以看到它整个内部空间 应该是非常非常宽敞的 咱们一会儿体验一下 我们拿这个车型是顶配的四驱版本 从哪能看到四驱特有的配置 刹车 可以看到一个红色卡钳博人宝刹车 这个刹车是四驱版本才会有的 整个线条 我觉得这个车看起来非常流畅的 那车顶部分呢 它是一个大的天幕 没有遮阳帘 给点建议啊 建议里面加个遮阳帘 虽然说我的这个车顶用的是这种 双层的隔热玻璃 但是确实在面临着这种 暴晒情况下还是挺热的 有遮阳帘会更好 车尾部分啊 什么工程师的尾灯是当下流行的 但这个尾灯样式又到侧面之后 一个是很有红旗的特点 同时呢 跟前轮那个样式有一个呼应的效果 后备箱空间方面啊 不小 咱看看 它是全系标配的电动后备箱 这是我拿资料里看到的 开关在这个排照区上面 其实我觉得这个按键可以放在这个上面 用起来更方便一点 然后整个内部空间看很宽敞 现在里面放的是我们两个大书包 还有一个纸袋 这是常规的空间 我觉得刚用了一半不到 它的后排座椅靠背呢 支持放倒 所以能带来更好的扩展性 还有一些细节 就是你看这个支撑 做了很好的包覆嘛 所以说它这个效果看点挺粗壮的 另外它会吹在隔板的里面 所以如果你东西塞满的话 也不用担心这个连杆压到里面的东西 细节考虑挺周全的 只不过呢 我想说这个造型 如果给个鲜背 我觉得实用性会更强 因为毕竟三向的开口 多少还是没有鲜背那么大 那么方便 对吧 行吧 关于外观就这么多啊 咱们去车内看一看 这个内饰样式还是挺有设计感的 它并没有说一味的走啊 当下这种简洁路线哈 你看6英寸的一个小仪表 然后呢15.5英寸的一个异形的触控屏 其实这个仪表 我觉得这个尺寸稍有点小 关键看价格 哎 往下看 它空调出风口的吹风角度 可以通过中控屏去调节 另外下面这个保留了空调的触控面板 不过这个触控面板有优点 就是用起来很方便比较直接 那部阻呢就在强光下 如果反光的话 这上面的标识就看不清楚了 哎 这块看能不能调整一下 嗯 放盘造型也不是圆的 类似一个多边形吧 不过握感大小挺合适的 那它这个按键呢 不是常规的机械按键 它是这种怎么讲 就触摸的 但是你是需要一定力度 它才会做出反应 同时是有一个震动回馈的 这个表现还是挺好的 这个没问题 像电刀放盘 在放盘下面这块调节 然后后视镜调节呢 在门板上 这两点啊 在当下新端市场 一定要表扬一下 很多车型为了追求 简洁风格 为了学特斯拉 对吧 都搁这里面了 所以这个两点 一定要表扬一下 储空间还挺大的 像两个飞架 比这个一个储格 上面两个放手机的位置 左边支持无线充电 然后装上副手枪呢 空间也还是可以 深度相对一般 但是面积还是不错的 这个无线充电说一下 它最大显示的这个瓦数是40瓦 但是像我的手机 小米手机 它是支持30瓦 或者50瓦 两个挡的 那如果40瓦的话 我只能享受30瓦 无线充电了 其实以当今的 这个怎么讲 就是技术水平来说 是不是可以给到50瓦 是没有问题的 空间方面跟他说了 我做到前面之后 空间表现还是不错的 你看头部雨量 因为是一个天目嘛 所以我的头部雨量 比较宽裕 当然还是那句话 当你在夏天摸得这儿 还挺热的 有个这种纯的装帘 真的会更好 咱们往后看 来到后盘 先说空间表现 对吧 你看我做到后盘之后 身高180 前面是我的价位置嘛 头部空间 两拳多啊 头部雨量也是不错的 因为刚才说了嘛 它整个线条 会尽可能的往后延伸 所以让后排 头部空间更宽裕 中央辅导很宽大 然后折接的背架 主格都是有的 这会让我想起了 某德系品牌 日常使用的功能 像厨房口啊 USB接口 Type-C接口 都是有的 中央地板凸起非常小 因为是一个纯电平台 所以这会儿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另外 座椅很柔软 你会发现它这个座椅整个支撑性非常好 它这个整个座椅 包括前排座椅 是用了四层的这个材料 然后另外呢 它加了一个100毫米的慢回弹海绵 所以让你坐下之后 感觉这个座椅非常柔软 所以身体贴合度 表现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满足咱们 对于这种日常乘坐 输出性的需求 这个没问题 最后再补充一句 我们在看官方资料 提到一点 就是车内的一个 怎么叫 抗辐射的一个指数 它经过测试 它这个方面的表现 是高于国标的4.6倍 什么概念就是 早老说 先开电车 会不会有辐射呀 会不会越开 头部越少 那通过这个来看的话 它的抗辐射性能表现 还是不错的 行吧 咱们关于静态要差不多了 接下来把它看起来 要用动态表现 好了 咱们接下来呢 说说红旗117的 驾驶感受啊 先说动力方面 我们这次试驾 所有车型的都是前后 双电机四驱的版本 同时呢 也都是配备那块 111度电池的这个版本 它的 续航里程 达到ZRTC 760公里 同时呢 雷尾加速 3.5秒 咱们说 首先雷尾加速 不到4秒 那这样超过 750公里的续航 最终组合 在同价位当中 比较少有 对吧 那如果你选的是 两驱版本的话 也同样配备这块电池的话 你的续航里程 能超过800公里 达到820公里 续航能力够强啊 动力表现确实非常充沛 我觉得日常代步的话 其实单电机那个表现 足够足够用了 而且它会分成不同的版本 像我75度电池的 85度电池的 还有161度电池的 这三种组合 我觉得六七秒加速 已经挺快了 够用了 那开着什么感觉 第一 就是整个底盘的扎程度不错 悬架呢 对于路面这种回馈 有一定的韧性 当然 它会保留一定路感 因为这车本身定位 它是一个偏重于 年轻运动的定位嘛 所以整个底盘绿震 肯定不能太模糊啊 另外 四驱车型呢 都会配备这个 自动调节阻尼的这个减震器 所以对于路面绿震效果 也会更好 我们上午 现在场地 想要体验了一下 体验了一下零倍加速啊 体验了一下这个急刹 包括一个紧急并线 可以说 动力表现好 就不用多说了 它的刹车 就是四驱版本的话 它会配备这个 Brambo刹车卡钱 然后呢 那个刹车效能表现 还是挺好的 刹得住 这个没问题 操控方面 整个转型手感比较细腻 然后裙甲的支撑比较有力 所以在我紧急并线的时候 那个极限感觉还是挺高的 我觉得确实是一款 整体表现 比较偏重于 运动定位的 纯电轿车 这个没问题 噪音方面 我们开会照感觉就是轮胎有点噪音 这是一个正常表现 风噪基本是听不到 这个挺好的 我觉得啊 就说 作为一个传统品牌 那肚子车型 你去开 其实在动态部分 你基本是找不到什么硬伤的 开着手感呀 都是不错的 另外 电门踏板很线性 它分了几个模式 什么经济运动等等 你在舒适模式下 当你抬起电门 几乎是没有任何动能回收的 感觉这个溜的过程非常长 所以开的会更舒服 不会容易造成晕车 当然在自定义模上下 你可以去设定它的这个 什么这个动能回收力度啊 还是可调的嘛 还有就是一个让我感受特别好的 就是彩头显示 就是咱都知道 就是太阳光比较强 那时候大家都在偏光镜 对吧 你看 就是它这台头显示 你戴偏光镜之后 依旧可以看清上面的这个数字 就是它是偏不掉的 因为很多车型的 彩头显示 你一戴偏光镜 这就跟没有一样了 这一车可不是 说明它用了一个 那种透影的技术 这个在 可以说90%的车能中 都是不具备的 这个觉得各位点赞了 行吧 咱们归同天驾驶 聊这么多了 咱们一会儿回到 咱们刚刚的起点 给大家总结一下 先说 红旗117这个车 我觉得各方面表现 都是不错的 综合素质挺强的 关键是 整个底盘的韧性很好 另外就是我很喜欢的 开着很顺 对吧 就是这个舒适模式 也没有明显拖拽感 开着很舒服 这期视频上线的时候呢 你们已经知道 它的售价了 你们觉得还满意吗 这么一款车型表现 还真的挺有吸引力的 当然 还是看 它最终 咱们买到的价格嘛 行吧 咱们今天 关于红旗117 就聊这么多 还想 关注哪些新车的评论区留言 我是原路 选择问题 来找我